老公你好了没有啊 我闺女和她老公都快到饭店了 老婆 要不你自己去吧 我好像感冒了 有点发烧 不舒服 是有点烫 那去看一下吧 不用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我去给你煮点姜汤喝一下 你等一下 你喝一点舒服一点 行你赶紧去吧 别让人家点急了 那行我走了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知道了 慢点啊 你喝点没有啊 你不是去吃饭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呀 我吃什么饭呀 我老公都没吃呢 我吃了 我跟他们说过了 我今天不去了 刚刚去买了一点排骨 等一下喝点排骨粥 我一盒做好了叫你啊 好不容易给你闺蜜两口子聚一下 又让我给叫喝了 没事啊 以后有的是机会呢 再说了 以后陪我到老的人是你 又不是别人 老公你记住了 你是我最亲的人 无论到什么时候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第一位 平淡淡简单的幸福